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中油国际 在阿塞百江取得了KK油田项目 这也是中华合作领域合作时间最长 效益较好的项目之一 我们联系到中油国际阿塞百江公司的审观中 准备去探访KK项目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要前往八苦成交的火神庙 首先了解阿塞百江历史悠久的石油文化 火神庙是指当地人信奉火神吗 火神庙它是由于印度的拜佛教徒 在这发现了一个长明火 然后逐渐地在这聚集起来 然后他们信奉这个火 然后逐渐地盖了现在这个火神 那这个长明火是什么情况 长明火就是 它由于阿布歇龙半岛 富含油气资源 然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说相当于天然的一个漏洞 然后这个天然气体出来以后遇到氧气 然后它燃烧 就使用了这个长明火 所以说在这个半岛的地表上会经常看到有这样的长明火存在 对 以前根据历史上介绍 说这个地方的油气资源 不及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从泥土中渗透出来 阿塞拜疆在阿拉伯语中以为火的国度 古代离海地区 石油和天然气自然喷发的景观 使人们产生了对火的崇拜 公元前六世纪就出现了一些拜火神庙 位于巴库城西侧的火神庙 是十七世纪屡居于此的印度人兴建的拜火教寺庙 火神庙内现在能看见燃烧不息的火焰 为什么塔庙是建立的越来就是这里 这个阻 santas因为由于古代代手º 向导萨伊德对我们介绍 在缺乏科学常识的古代 常明火被视为神秘的力量 来自印度的拜火教徒 经常到访这里 把这里视为宗教圣地 不过眼前的常明火 已经不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火种了 他说这个火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火 是后来人工建成的 是通过管道收送过来的天然气 真正的天然气体 就是原来的火什么样的初衷 是在1883年的时候 就已经自然熄灭了 它熄灭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阿布奇隆汉岛附近 石油工业过度开采 加上地面的一些运动 它的地层能量不足 就是说因为它天然气体 顺着这个裂缝进入到这个石油开采的行业当中 所以这边的天然气就停了 而现在看到的是后期人工制作的 关于石油的形成 科学界一直存在多种说法 大多数地理学家认为 石油是古代有机物 通过漫长的压缩和加热后逐渐形成的 它的生成至少需要200万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 离海与咸海 黑海都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经过海路的演变 离海慢慢变成了内陆湖 由海床演变而来的陆地下 运含了大量的石油 如今在火神庙中也绑留了几块古海床的遗迹 在常女虎的四周 有很多小房间 向导萨伊德介绍 这些都是按原址重新翻建的 过去拜活教徒 就在这些小房间中居住修行 这个屋子是主要讲什么的 这个屋就是印度的拜活教徒 他们修道小屋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修道的形式呢 他们是印度的各种教育 拜活教又称索罗亚自得教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 曾流行于古代波斯及中亚等地 在公元三到七世纪之间的 萨珊王朝期间 被立为波斯国教 公元七世纪 萨珊王朝灭亡 八到十世纪间 一部分坚持信仰索罗亚自得教的波斯人 不愿改姓伊斯兰教 而已居印度西海岸 古籍拉特邦一带 被称作帕西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火神庙 就是由他们建造的 因为我看像摆帮的这个模型 下面还有一些像石灰这类的东西 这是做什么 他们会清洗自己的货币 他们这么说 他们就把这里放了 插上的石 然后放在它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 放在这个石 然后放在它 从十世纪开始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 很多印度商人 穿梭于中亚和西亚之间 其中不乏派西人 在他们的资助下 火神庙的规模越来越大 来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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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神请到那些购物 那当时印度商人在这边 主要做什么生意呢 他们以前来自印度的食物 但是印度斯坦 我们也在这里 也在欧洲也在欧洲 我们在欧洲 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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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欧洲 这些都很贵 而印度斯坦 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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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全世界 拜火教 仅在印度梦迈的少数 帕西人中传播 向导 萨伊德对我们说 现在 油气自然现象 也随着资源的开采 很难见到 目前在巴库附近 只在亚纳达克公园 还有一处 长明火焰 在神冠中的带领下 我们前往 距离火神庙 不远的亚纳达克公园 这里也被称作 燃烧的山 这边火势 还真挺大的 而且走到这边 就感觉已经非常烤了 那就这一片 有这个火吗 我听了同事说 原来 十年前 他们来过的时候 这一片全是火 后来可能由于 这个地表的运动 然后一些列宝就关闭了 关闭了以后 最后剩的现在 就是今天我们看了 这片长明火 面积不大 火焰只在山脚下燃烧 燃烧范围长不到十米 火势很猛 山脚下的银石 已经被烧成黑色 我们离稍微近一点 因为巴扣的风很大 所以它吹过来的时候 这个火势感觉还挺猛的 那就这么一直燃烧吗 它燃烧了多久 据说这个火已经燃烧了 有超过四千年 四千多年 一年四季一直烧着 不管是下雨下雪也好 都不停 在阿塞贝江这边 夏天下雨冬天下雪 都下得大吗 下得很大 我们这边的冬天的雪 下得非常大 雨季的时候 连续一个月也非常大 但是它都不灭的 就一直在这边燃烧 亚纳达克公园的 这片长明火历史悠久 十三至十四世纪 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 就曾经记录了巴库当地居民 使用石油进行取暖 和照明的现象 途经此地的它 对这座燃烧的山 感到非常惊奇 并在它的游戏中 称之为无缘之火 走到这边之后 会闻到一些淡淡的那个 像平时闻的煤气的那种味道 所以它上面 还会有一些天然气吗 它这个气体 其实是一种火动物 主要的燃烧成分是减蓝 沈冠中介绍 长明火是由地表下的 天然气发散形成的 天然气从地下的空道喷出好 遇到雷击 就会形成火焰 只要天然气不枯竭 火焰就会一直燃烧 不过和十年前相比 这里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不少 我发现这一片 这一片的石头 你看颜色上面是黑的 下面是红的 可能原来也是燃烧 然后现在熄灭了的 对 有可能 这以前可能也是一个 照火点 那像它这样的 熄灭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个气体流出 需要这个孔道 比如说这边的孔道 当气体能量足的时候 这个从比较小的孔道 和大的孔道 可以同时出气 所以两边都可以燃烧 但是当这个气体能量不足的时候 它这个气体就会沿着这个孔道比较大的地方优先排出 所以它这个小的孔道有可能就会就是熄灭了 它能量不足了 如今这些仅存的火焰已经成为了阿萨百江最宝贵的自然遗产 燃烧的山附近 竟有一座小茶室 很多人会选择在夜晚来到公园 一边看着熊熊火光 一边望着夜晚星空 品着红茶 吃着糖果 感受阿萨百江火制国度 跨越千年的神奇美丽 探访中国石油KK项目 看老油田宠货新生 现在呢油田的就每年的采购得了百分之七十左右 都是从中国进来的 观泥火山洗石油雨 体验丰富石油文化 它其实并没有很黏 而且滑滑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宜 《软放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四把吃四季火之国度正在播出 离开了亚纳达克公园 设置组亲往中油国际的KK项目现场 KK项目位于巴库以南120公里的萨里扬地区 从巴库南方出城 一路沿着海岸线行驶 眼前开始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油井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石油味道 巴库与美国休斯顿 中国大庆 沙特湖拜尔一样 是世界文明的石油城 1871年 巴库开展了世界上的第一口工业油井 1879年 诺贝尔兄弟在巴库开设石油公司 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 据说 当时世界石油公营的90%都来自巴库 时至今日 我们在路上依然能看到不少老油井 有些甚至就在居民的院子里 虽然很多都已废弃 但一百多年前 那个充满财富 机遇和梦想的石油城 似乎依稀可见 经过一个多小时行程 设置组到达了KK项目的油田现场 与刚出城市的丘陵地带不同 这里的视线非常开阔 广阔的平原上 能看到不少臭油机正在作业 阿塞拜江可以说是现代石油工业的起源 我们所在的KK项目 也是阿塞拜江陆上项目最老的油田之一 开发已经将近54年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库尔桑的油田 日常开景数170多口 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 是一共有170多口井 对170口正在生产的井 那是还有一些停产了的井吗 对还有一些通过钻井以后 或者生产以后产生的一些报废井 我们油田总共两个油田加一起 总共有807口井 报废有470多口 目前可利用井是336口 KK项目由库尔桑格里 和卡拉巴格里两块油田组成 这是阿塞拜江两块历史悠久的路上油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开采 苏联解体后 KK油田由美国的石油公司 和阿塞拜江石油公司联合运营 2002年 中国石油和阿塞拜江石油公司合作 以各占50%股份的方式 取得了这品油田的开采权和经营权 我看整片油田 这170多口井密密麻麻的分布在一起 那刚刚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 这些油井就是已经是这样密集的分布了吗 对 大部分我们接手的时候 中方只新钻了32口井 大部分可以说现在现有的807口井中 大部分是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 我们只是接管油田继续生产 巴库油田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源地 也是苏联时期最重要的产油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这里产出的石油 源源不断地攻击着苏联的坦克汽车 成为了苏联为国战争的军备命脉 我们现在看到的库尔三格里油田 很多设备都沿用自苏联时期 中国石油接手油田后 每年都会增加几台最新的抽油机 我看这台机器也已经大开开始工作了 但站在这边听过来明显觉得 这台老机器的噪音就要比这台机器的声音要大很多 虽然它个头大 但是声音几乎是很小的 对对对 这个机器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产品 是罗马尼亚出的 完了之后我身后这个机器是我们中国出的 这应该是2006年左右的产品 进春青是中油国际阿萨百姜公司的副经理 他对我们介绍 抽油机的产量与型号大小有关 型号大小又与开采的地层深度相关 虽然是同一片土地 油层的深度却相差千米以上 长期的开采也让油层分布变得更加复杂 在中国石油接手之前 这里的很多油井已经因为枯竭而完全封闭 站到这边我就听到了这个老油井这儿有一点声音 这个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 这就是这个风景以后 虽然风景了 但是还有一些这个不断地冒出这个浅层气 冒出这个气体的声音 所以你不用害怕 所以安全系数是很高的 由于在中国大型油田等地工作多年 中国石油对于老油田的再次开发非常有经验 在多种技术手段结合的作用下 KK项目的凝产量从2002年接手续的20万吨 增长到现在的35万吨 那一带一路政策开展以来 在这个多方合作的这样的机会上 有没有得到一些很大的提高和改善 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两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合作意愿在加强 2015年的12月份呢 他的总统放华 放华回来之后呢 就是针对我们的项目 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义务油条款 这个条款呢 就是一直在制约我们的项目这个经营水平 但是总统回来之后呢 这个条款我们就重新再跟政府再谈 这个很快就得到解决 在KK项目中 阿塞拜江政府规定 合同者有义务每年向阿塞拜江市有公司 销售一定数量的原油 价格由阿塞拜江政府制定 这个义务油条款 一直制约着中国市有在阿塞拜江的经营发展 2015年 阿塞拜江总统阿里耶夫放华后 只用了56天就修改了这一条款 可以说 这既得益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也得益于中国石油在本地 近20年的深耕细作 我们这个小项目呢 虽然小 但是呢就是说 正因为有了这个小项目 才具备了后来这种合作基础 我们对阿塞拜江有了更多的了解 无论从地质上 从这儿当地的这个经营环境上 有了更多了解 也为我们将来 在就是说进一步扩大深化合作 无论从上游还是下游 都奠定了基础 阿塞拜江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源地 这里的石油人拥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中国石油不光将国内的技术带到了这里 也派出了很多年轻学员 来到这里学习他们的经验 离开油田 我们来到了油气处理中心 拜访正在这里实习的中石油年轻员工 李博文是我们今天三月份刚到项目的 是我们总部派过来在这儿进行海外 实现锻炼的就是刚毕的学生 根据我们那个中石油的海外人才培养计划 我们新招收的学生 要经过三年的培训期 其中国内两年 完了之后海外项目一年 他现在就处于第二个阶段 就是在海外项目实现锻炼的一年 那在项目现场这位是您的老师吗 这位是我的现场导师 阿拉斯先生 他并是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他是我们这个萨良油田的副总工师 兼我们这个油气处理中心的负责人 你好 你好 李博文来自河北 今年28岁 始终是有海外人才培养计划的成员之一 他的导师阿拉斯先生 是油气处理中心的负责人 已经在这里工作25年了 两人已经相处了三个多月 主要学习的是原油处理方面的相关工作 李博文对我们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巨大贯题 是原油的储藏罐 从地下采集的原油 要在罐中经过加热 水洗等一系列步骤 才能进入石油管道 在水洗过程中 原油与水之间会形成乳化层 影响原油的水洗质量 阿拉斯先生正在介绍 控制乳化层的方法 我的导师阿拉斯先生就是告诉我 他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会往这个洗油罐里打水 让这个煮化层打到我们旁边这个 我们看到的气候管 在这个气候管里沉降上几天 一段时间 然后它这个在这个 随着时间就是重力作用的 还有这个油水密度的原因 它会自然的就是进行一个分离 通过几天的沉降以后 我们去在这里有一个取样 如果这个取得这个取得样 符合的标准 我们再把这个已经分离的这个原油 然后重新打这个系统 重新进行一个水洗 然后得到一个我们要求的一个原油 阿拉斯先生介绍 在控制乳化层的过程中 温度是关键 要根据外部温度的变化 随时调整分离和沉降的时间 这些都要凭借个人多年的经验 李博文对我们说 阿拉斯先生的经验 虽然是根据本地的气候总结出来的 但在中亚和西亚的很多地区也能适用 对于海外的工作很有帮助 阿拉斯先生也表示 在他带国的各国学院中 中国学院是最认真勤奋的 那我想问问阿拉斯先生 您刚才也说到教了很多国家的学生 那对于像中国来的学生 您觉得他们的这些资质水平啊 学习程度是怎样的呢 和国外的学生对比起来 李博文介绍 三个月的施洗期间 他和阿拉斯先生相处得非常愉快 阿塞拜疆人的友好态度 令他印象深刻 除了技术 他还学习了很多 与外国员工的相处指导和管理经验 这为他将来去更多国家工作 做了充分的准备 那像阿拉斯先生您在这片油田饮食工作了非常长的时间 那您也是和不同的公司来进行这样的合作 那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现在中国的工程会给予更多关注 安全和環境的工作 有更多不同的公司 阿拉斯先生介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阿塞拜江的石油工业主产区 就已经转移到离海上 KK油田的前景层十分黯淡 很多工人都面临失业的危机 但中国公司在这里的投入和坚持 让这片老油田重新有了升级 阿拉斯拜江以石油工业立国 长期与欧美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荐下 中国公司正凭借自身的技术和态度 积极地参与到阿塞拜江石油工业的发展中 相信在未来 中阿两国在能源领域会有更多合作项目 走进泥火山领域秀珍泥火山群 体验石油语 了解独特石油文化 它其实并没有狠点 而且滑滑的 这个温度也很适宜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424集 火之国度 正在播出 阿塞拜江是一个地质地貌非常丰富的国家 从北到南 高山峡谷 丘陵沼泽 几乎涵盖了所有地理特征 离开项目现场 市日组将要去探访KK项目附近一处奇特的地质景观 古布斯坦泥火山群 这一路走过来 我看每个火山口喷的都 并没有很活跃 相对来说这两个还活跃一些 你看这个一直在这样咕嘟咕嘟地冒泡 对对对 这跟它下面都有个气体的关系 下面是有石油还是有天然气 是甲烷 这个气体呢 20%是甲烷 有的呢 就是里边含一些氮气 或者氧化碳 但是从北上来是20% 甲烷 而这样弥火山 跟平时我们所常见的那种熔岩的火山不一样 对这是凉的你可以试一下这是凉的 是吗 对因为呢因为它从那个地质构枣上来讲 哇 它和那个火山它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桶状的 但是呢这个就是泥火山呢 它就是几十几十米深 是的刚才把手指放进去之后 一点事没有 并没有 对 我还以为应该起码是个温的温度 对 但是是一个比较偏凉的温度 对就几十米嘛 地下几十米 泥火山一般发育在板块断层地带 处于阿尔贝斯山 特提斯缝合带上的巴库 是全球泥火山数量最多的地区 与岩浆火山不同 泥火山是由浅层地表下的泥浆 和气体喷发形成的 规模要比岩浆火山小得多 通常泥火山追地底座的直径 仅几米到几十米 高度一般不超过十米 路上我就看到很多像这个一样 很小很低的小火山口 它们是刚刚形成的吗 还有这个也是比较低的 对对 这些东西是 这些火山呢 是刚刚的 泥火山刚刚在往外喷 所以说它这个形状还很小 它不像那个 那个已经喷了很多年 慢慢堆积成不同的形状 这个泥火山的形成呢 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呢 首先它要具备形成泥浆的条件 这要 这就是下面的地质构造上面呢 那个泥岩 沙岩或者叶岩 有这些东西 它具备形成这种泥浆的条件 第二呢 它有足够的压力 这个压力呢 主要是来自于天然气 压力要足够大 能把这些泥浆从地下给带上来 完了之后呢 它还要有一个就是地层 这个地层呢 透气 但是不透水 这么的气能从下边往上走 完了之后同时把这个泥浆往上带 小型泥火山的活动非常频繁 出现的位置也不停变换 锦春青介绍 他每次来到这里 都会发现一些新的火山正在形成 这个火山口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火山口了 对 我看这个喷出的气泡这个圈啊 就显示说它这个气泡是很大的 像这样一样 说明里面的气体是很足的是吗 对 说明它的气体能量很足 带动这么大的一个泥浆 那这个应该是周围地区一座比较高的火山口了 对 在古布斯坦这个泥火山群里边 这个算是比较高的了 大概能有多少米 这个有二十多米吧 泥火山的大小和持续时间 与地下的气体量有关 在近春青的带领下 我们走上了这片泥火山群中最大的一座 这座火山口的追高二十米 直径有四米左右 巨大的泥浆气泡 不时从底部翻腾而上 我看它这个泥脂里面 有一圈一圈这个深色的 这个是石油有关的物质吗 这就是石油 是轻质的原油 它们的原色 这就是原油 那像这样的泥火山 是不是 它的存在是不是能说明 这片区域 它的油气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泥火山可以作为 在这个油气领域 可以作为就是说是判断 这地儿有没有油 有没有气的一个地表特征之一 只能说之一 目前地球上的泥火山 主要分布在阿萨白江 罗马尼亚 印尼等几个国家 中国在新疆甘肃等地 也有部分活跃的泥火山 大部分泥火山 不会造成地质灾害 但也有少数大型泥火山 会区别喷发 2006年 印尼东爪哇的泥火山喷发 泥江温度高达100摄氏度 两年内喷出的泥江 覆盖了7.8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是说它是因为这个储量其实并不大 还是说由于这个地质结构过于复杂 不方便去这样的开采呢 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这个地质构造很复杂 就是正因为地质构造的复杂 对于这个下边确定下边的储量 也带来很多挑战 但事实上我根据我们钻探的结果 这就是有一些天然气 但是也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 近春青介绍 石油的勘探是非常复杂的 既要考虑到储量 也要考虑到开采难度 中国石油在接手KK项目之前 对整个地区做了深入的地质勘探 最终发现古布斯坦并不适合开采石油 虽然不能作为油田来进行开采 但泥火山也并不是毫无应处 由于这些喷涌的泥浆富含很多矿物质 一些当地居民会在这里进行泥浴 来治疗皮肤病 关节炎等疾病 而在阿塞拜江 还有一种洗浴方式更加有名 那就是石油浴 不过工业用石油是不可以用来洗浴的 在整个阿塞拜江 只有产于纳夫塔兰式的天然石油能够洗浴 设置组驱车两个小时 来到了纳夫塔兰郊外的一家疗养院 这里的医生热情地接踏了我们 并谈跟我们参观石油浴的房间 就是在这里洗浴吗 这里洗浴吗 这里洗浴吗 这里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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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个洗浴的颜色和我们在这里看不一样吗 这个就是发生色 是经过处理的吗 这个亮面的色 这亮面的色 亮面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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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亮面的色 亮面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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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的色 你看看 这个亮面的色 但是它说 这样的色 它有白的颜色 不是亮面的色 这个可以先涂一下 是这样的颜色 对对 开丝细细 还挺滑的 石油的成分主要为芳香听类 其中很多成分对人体有害 但纳夫塔兰产出的石油 却没有这些成分 而更多的是硫磺 这些硫磺正是对人体有益的关键 尼尔德医生介绍 浴缸的底部与管道相连 通过控制按钮 就可以将石油注入浴缸 石油就是从底下这样 不断地把这个浴缸来填满 对对 它的管线从下边上来 我可以摸一下吗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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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吃暖了吗的 但是没有很烫 那这个石油大概是多少度啊 这几个大度是比较 比较80米 80米 37-38度 37-38度 尼尼尔德医生说 石油浴的疗效需要时间 一般的疗程在10天到20天之间 期间每两天进行一次石油浴 之后要保证充分地休息 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尼尔德医生热情邀请记者也体验一下 现在我已经换好衣服了 肝抬医生签订宁万主妇说让我一定要服好这个扶手 这个石油特别滑 要不然容易受伤 其实踩到里面 哇 还挺深的 温度也和人体的这个体温是差不多的这个温度 所以坐进来呢很暖和没有很烫 就是特别的滑 看石油已经覆盖在我的这个皮肤上非常厚的一层 全身包裹在润滑的石油中感觉非常奇妙 石油的温度控制在37至38摄氏度之间 和人体温度相近 因为没有刺鼻的味道 如果忽略掉石油浓重的颜色 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在进行牛奶浴 之前在做这个石油浴相关了解的时候呢 我还以为会是非常颜色非常深的石油 而且这个石油会很黏 但没想到它其实并没有很黏 而且滑滑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宜 在我的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温暖 坐在这里只有淡淡的一点点的这种硫磺的味道 但是并没有很呛人 而且整个屋子也是非常的温暖的 石油浴的历史在古希腊的书籍中就有记载 不过直到现在 人们才懂得哪种石油是对人体真正无害 据说因为石油浴的存在 阿在百江国内患皮肤病和关节炎的病人非常少 不过石油浴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 长时间接触石油会带来副作用 在机器的控制下 十分钟之后石油会自动从浴缸底部排出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示范了 也在用这个把身上的这个石油刮掉 因为它在身上 哇 看这浴缸的石油已经完全地沉下去了 那把石油完全刮掉之后呢 进行冲洗才能看看我皮肤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为了避免石油残留在皮肤表面 要先用工具刮掉石油 再进行反复清洗 石油浴过程繁琐 价格也不便宜 普通游客每次石油浴的价格在200美元 但为了疗效 还是有很多人前来体验 现在还是很热 因为这个石油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难清洗 我以为刮掉了之后会很轻易地就能冲掉 但是打了非常多的沐浴液之后 冲了大概有三四遍 才差不多能冲干净 所以一会儿还是要再好好洗一个澡 而且现在一直在出汗 一直在出汗 看我的皮肤衣都已经粘到我的胳膊上了 这边你也洗完吗 我也刚出来 感觉怎么样 浑身的大汗 感觉今天身体倒是确实轻松很多 洗完这个石油浴 不过大夫说 洗完这个石油浴以后 不需要马上回宾馆休息 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而且要喝点热茶 不能喝凉水 所以也赶紧注意一点 所以不能着凉 对对对不能着凉 赶紧要休息一下 石油浴能加快身体的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浴后通常会持续出汗 所以不适用于高血压和糖尿病 以及身体虚弱的患者 沈冠中介绍 作为石油行业的传统福利 阿萨拜江的石油工人 每年都有二十天的假期 进行石油与疗养 中油国际阿萨拜江公司 每年也会组织员工前来疗养 并保销大部分费用 这也是中国企业尊重理解 并融入当地石油文化的一种体现 修作为石油文化的一种体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四重一般 有一条路在呼唤 带着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静静相恋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 再旋转 世界每一秒 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走进南航巴库办事处 了解中阿之间第一条直航航线的发展 装作便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广巴库市场 感受阿萨拜将人的热情好客 做客员工家中 了解一段美好的跨国情人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四把二十五集 思路之桥温暖航线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